各位午安 歡迎大家來臨香港再出發大聯盟成立一周年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發佈會 我是今天的詩姨黃冰芬 發佈會現在正式開始 今天我們的發佈會會做現場直播 各位大聯盟的共同發起人 現場來賓、傳媒朋友大家好 為大家介紹一下出席今天發佈會的大聯盟負責人 他們是大聯盟總召集人董建華先生 梁振英先生 大聯盟秘書長譚耀宗先生 大聯盟副秘書長譚錦球先生 張志剛先生 詩榮懷先生 黃英豪先生 鄭里錦芬女士 黃慧晶女士 陳振斌先生 吳秋筆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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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掌榮先生 蘇掌榮先生 和陳勇先生 香港再出發大聯盟在去年5月5日成立 剛剛一年 過去一年大聯盟做了不少的事 我們和大家簡單回顧一下部分的工作 請去片看看 中文字幕提供 也事没有变 今方低分走 从创新珍惜兴建 从前共挽手 现在应继续痛恨 泪满汗 振作中都没过 抬头汗化 星光 燕阳 血涛 黑暗过后 只将光明重演 我离变得 偏快更欺贫 别要再见方 目光影缴寸门深深盼望 未来续眼看 亦叫深思一次去担当 没有分离我 教授伤心前行 能重演光飞在 破风拍我 前进并肩在破 母居困境平静 心意更健康 从前共挽手 现在应继续痛恨 泪满汗 振作中都没过 抬头汗化 星光 燕阳 血涛 黑暗过后 只将光明重演 我离变得 偏快更欺贫 用爱包容 同路上出发 好了 看完一周年的《会故短片》 相信大家对大联盟的工作 也有增加一些认识 但以此,在短片中 介绍的只是一部分 我们现在请谭耀宗秘书长 再重点介绍一下 有请谭先生 好,謝謝,董先生、梁先生,各位再出發大聯盟的共同化一人 各位團體及機構的代表、各位新聞界朋友 香港再出發大聯盟在去年5月5日成立到現在 剛好滿了一周年 在總召臣、董建華先生和梁振英先生的大令下 大聯盟就着防疫、抗疫、經濟民生、青年就業、法治教育等 多方面我們可以選擇工作 我藉此機會跟大家做一些簡單的回報 記得大家在去年疫情之初 香港市民的口罩是嚴重缺貨的 我們是急市民之所急 所以千方百計去找一些抗疫的物資 舉辦了千萬口罩獻外心的活動 向有需要的市民和學校的學生 派發了超過一千萬個的口罩 以及還有其他的搓手疫等等的防疫物資 在疫情之下,香港的經濟受到嚴重打擊 我們也成立了有刺激經濟小組 一方面呼籲各個僱主承諾不裁員 跟市民一起共渡時間 當時有近兩百個工商界的共同化人 屬下的企業 以及有四千多家中資機構 參與聯署的響應 另一方面,我們也舉行了速消費 撐經濟的行動 建立了一個網上的平台 向全港的商戶收集一些折扣 以及其他優惠的資訊 發放給消費者 除此之外,大聯盟鑑於應屆畢業生就業困難 我們也成立了協助應屆畢業生就業工作小組 另一方面,我們呼籲工商界的共同化的人 屬下企業提供一些職位空缺給我們 當時我們總共有三千份職位空缺 有本地、有大灣區、甚至在上海等 另一方面,我們也舉行了三十場應屆畢業生的見面會 總共我們見過超過四百名學生 亦了解他們面對的情況 幸好,其後在半年之內 大部份的畢業生都找到工作了 為了讓香港法治重回正軌 因此,我們也凝聚了一班法律界的專業人士 成立了法治教育小組 製作了一些中小學適用的教材 以及向全港各中小學校推廣《基本法》和《國安法》 大聯盟成立了網絡宣傳小組、內地宣傳小組 以及國際宣傳小組 透過網絡向本地、內地和國外宣傳 以及推廣香港正面的形象 在這一年期間,就著國安法、國安教育 完善特區選舉制度、防疫、抗疫等重大議題 大聯盟亦向社會發出十四份公開聲明 明確提出我們的意見、清晰地表達我們的立場 大聯盟在1,538位的共同化一人 我們大家都對香港很有心 有很多很好的意見及建議 大聯盟一共舉行了60組織 與共同化一人的集思會 疫情的關係,我們都在網上進行會議 今年十四五規劃是開局之年 我們都應該好好把握這個機遇 我們舉辦過多場線上線下的研討會 就著科技創新、十四五規劃的內容 以及與內地各省市合作發展的種種的機遇 邀請專家、學者、官員 進行談討、共同去推動香港再出發 在展望未來一年 大聯盟將會做好五項重點的工作 第一,我們會繼續宣傳一國兩制 堅持一國兩制 香港再出發 我們會舉辦一系列的論壇 第二,會推動香港加快融入國家發展的大局 實施出發大灣區的計劃 第三,會支持開展青年教育 通過法治教育 希望能夠帶進校園 以及會組織香港青年人 回到內地交流、實習、掛職 第四,就是積極講好香港的故事 第五,會加強大聯盟自身的建設 適當時,我們會啟動共同化育人的增補安排 因為有很多朋友想加入 我們就說,好,我們看看如何安排 可能會再邀請吸收多一些有代表性的人士加入大聯盟 國家是我們香港最強的後盾 內地改革開放和現代化的進程 為我們提供了無限的機遇和前景 我相信,唯有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一國兩制才能夠行穩自願 發揮最大的優勢 香港才能夠緩發生機和活力 各位共同化育人 讓我們同心協力,團結一致 繼續為香港特區繁榮穩定 為國家昌勝富強,貢獻我們的力量 多謝各位 多謝 多謝譚先生 我們香港再出發大聯盟 有兩位總召集人 他們都一直帶領我們大聯盟的工作 首先我們有請總召集人 董建華先生為我們支持 有請董先生 董先生 各位 很高興 見到你們每一位 去年五月 我們成立了香港再出發大聯盟 有社會各界一千五百多名同道合的朋友 擔任共同發起的人 擔任共同發起的人 在香港再出發大聯盟 那時候 你們或許都記得 疫情私人 經濟下滑 社會又有動亂 所以 香港大面積的操動不安 大家都人生旺旺的時候 連最基本的犯會 安定的都備受挑戰 這是一個很困難的時刻 幸好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自己可以看到 國家一步一步一步向前走 一步一步一步 變成強壯起來 大家都可以看到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 香港終於跳出了一個重新的出發 故此我們千人齊心 組成大聯盟 在香港推動香港再做發 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可以說的是 多謝你們各位 多謝我們的領導 多謝梁先生 在一年裏面有一個很大的變化 今後的 今後的 我們這個 好的時刻是正在理會 我 我 我每次跟美國朋友 通電話 有一次 他打給我 他說 董先生 他說 可以 你們可以 你們是 這麼多個國家 你們是最加勢的 病毒 病毒是這樣的 控制作 你們可以做到 你們是聰明的 我們是比不上你們的 就是 在去年一年的變化 我們真的要 首先要 了解 好像我那個美國朋友說 他說 董先生 天下變了 我們要看著你們 現在 天下變了 事實上 天下是在變的 我們的國家是 站著你們 雖然有這麼好的一個機會 我們千萬不可以 太驕傲 因為要做的工作 實在太多 如果你看下 很多其他的 其他大國 在跟我們開玩笑 你們都看到 所以始終 我們是 研究在這裏 經歷了很多 困難 不過 今時的困難 不是這麼困難 因為我們是強緊起來的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希望 大家 有這麼好的一個 發展 我們可以越做越好 我們國家會越做越好 越做越好 我們大聯盟 一樣的 可以越做越好 越做越好 還有我們每一個 中國人 都會覺得自己是中國人 我們國家會越做越好 所以 我很高興 今天能夠和大家說這幾句話 需不需要我 不緊要 不過你好像想呼籲大家接種疫苗 是嗎 這個最重要 我身邊有幾個好 好的人 追著我去 要打這個疫苗 我80 80幾歲 85歲 6歲 我第一個去做 董太 他什麼都不肯做 但是他說這次我一定陪你一起去做 我們兩個人 我們兩個人 很早就去了 不過 告訴大家 真的一點都沒有事 真的一點都沒有事 你們真的去 沒有事 如果有問題 不是 打電話給我 我馬上來看你們 我真的一點都沒有事 時間過得很快 很多個月過 一點都沒有事 所以 這個要不要讀下去 不用了 對 我不想說太多 董太常常都說你這麼沉悲 我們給一些熱烈的掌聲 董先生 謝謝董先生的呼籲 以身作則 用身體力行去呼籲大家 把握時機 盡快要去打疫苗 當我們香港戰勝疫情 我們可以令到早日通關 我們香港才可以全面再出發 好了 我們接下來有請另一位總召集人 梁振英先生為我們支持 有請梁先生 謝謝 各位友好團體的代表 各位傳媒朋友 大家好 一年前受到反修例運動 攬炒 以及疫情的多重打擊 香港陷入困局 大多數香港市民對社會未來的發展感到非常擔心 一千五百多名來自各行各業 各階層各個年齡層的香港人 於是共同發起成立 香港再出發大聯盟 務求集思廣益 求同傳義 團結前行 過去一年 國安法和完善選舉制度的重大決策出台 香港的社會秩序回復正常 過去一年 立法會的運作擺脫拉布的干擾 行政立法關係重回正軌 過去一年 內地的疫情防控工作 取得舉世公認的量例成績 香港的防控工作也有了更堅實的基礎 過去一年 國家和內地各地的十四應規劃全面啟動 香港面對新的機遇和競爭 過去一年 香港再出發大聯盟積極加強自身建設 為走上新的台階做好準備 去年的8月9日 大聯盟和其他建設力量發表聯合聲明 主題是香港要變革攜手創明天 聯合聲明的其中一個主張就是推動變革 突破困局 全力支持特區政府施政變革 提高行政效能 推動經濟變革 促進產業多元化 積極投入大灣區建設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推動社會變革 解決深層次制度性矛盾 理順開發流程 增加土地供應 改善居住條件 縮貧富差距 完善退休保障制度 全面改善醫療服務 這是去年我們和建設力量發的 共同聲明的其中一方面的內容 在這些背景下 大力盟馬上要展開第二年的工作 重點是更加積極主動 促進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包括集中力量促進香港和內地省市的合作 用好大灣區的發展機遇 通過香港和內地的合作 為香港社會各界實現理想 將大家的努力轉化成為最大最好的成果 各位朋友 我想重複去年5月5日 我在大力盟成立的新聞發布會上講的一句說話 我相信纏繞香港的結 我們一定可以一個一個解開 擺在香港面前的機會 我們一定可以一個一個用好 香港再出發不是一個口號 而是我們的共同目標 是我們可以共同實現 必須共同實現的目標 一年後今日 香港再出發有了更好的條件 大家加油 香港加油 多謝大家 我想在這裡向大家介紹一下 再出發大力盟在未來一段時間 工作的一個方面重點 就是粵港澳大灣區的系列活動 粵港澳大灣區除了港澳兩個特別行政區之外 還有廣東省的九個城市 我們以港澳大灣區和香港的合作機遇 如果掌握得好 可以為香港提供各個方面 社會發展、經濟發展、文化、藝術發展等等 新的動力 尤其是能夠為我們青年一代 打造一片新的天空 因此再出發大力盟非常重視這方面的機遇 我們內部在副秘書長當中做了一個分工 各之其職 每位副秘書長是負責9加2的其中之一個城市 使得我們下去一段時間 但這個工作相信不只要做一年的一個持續的工作 在我們未來一段時間 能夠更加有系統、更加有組織去做好 香港和大灣區九個城市 以至澳門的對接合作工作 這些工作大概會分三個階段 這三個階段 一就是我們要做好有關的調查研究工作 不單止去找和了解材料 還要去現場考察、了解情況 第二就是向兩地 一個就是香港 另一個就是大灣區的廣東城市 當地介紹好各自的所需所長 第三個階段就是做好確實的對接工作 將基因化為成果 我在這裡介紹一下 負責廣東九個大灣區城市的副秘書長 給大家認識一下 在澳門方面 廣東九個大灣區城市之前 澳門是張志剛副秘書長 深圳是陳勇副秘書長 廣州是鄭李錦芬副秘書長 朱海是黃慧晶副秘書長 中山是陳振斌副秘書長 東莞譚錦球副秘書長 維州是吳秋北副秘書長 江門是黃英豪副秘書長 佛山是蘇長榮副秘書長 紹興是施榮懷副秘書長 而香港方面 是由譚慧珠副秘書長 他是統籌於九個大灣區城市 由九個副秘書長 負責的情況 和香港的對接和回通的工作 多謝大家 謝謝梁先生 我們面對國家十四五規劃 和大灣區的機遇發展 香港作為重要的一員 一定不能錯過 我們大聯盟未來有幾場的研討會 其實都會繼續探討十四五規劃之下的 香港和內地各省市的合作機遇 下一個月初 就有一個滬港合作與發展研討會 由張志剛副秘書長統籌 不如請張先生介紹一下 多謝 長三角和大灣區 是我們國家裏面 最重要兩個經濟大 而香港和上海 就是這兩個經濟大的龍頭城市 所以互港充分合作 是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所以我們在6月9日 全日會在上海有一個論壇 上午主要是由當地的政府專家研究單位 去介紹上海十四五規劃最重要的戰略意義 特別是在不同方面可以有甚麼機會 特別是在他們有幾個重大的片區 他們規劃好 有一個非常龐大的發展機遇 另外介紹一下他們的合作平台 以及五個一個最重要的中心發展 到下午就會由一些他們完全熟悉 香港以及上海的一些專家 一些商界的朋友 包括大家熟悉的蔡來興先生 以及高炳強教授 他們會在國際金融、商貿、科技 幾個重要的合作領域 去探討香港和上海有甚麼合作的條件 以及香港會有甚麼機會 到傍晚的時候 就會有一場對談會 就是在上海工作的香港青年 去分享他們的一些經驗 令到香港和上海可以全面充分合作 我們希望今次的研討會 可以為大家帶來非常有用的資訊 謝謝張先生 上海和香港兩地 都有很多相似和可以互通的地方 我相信大聯盟會繼續探討 以及開拓兩地更多的合作空間 接下來七月份 就會有一個 敏港合作與發展的研討會 我們有請施榮懷副秘書長 為我們介紹一下這個項目 有請施先生 好 謝謝大家 講到十四五規劃 大家 特別香港很多朋友 中國這麼大 我們要怎樣才去入手呢 剛才志哥已經介紹了 我們在上海會做一個十四五規劃 為了方便香港的朋友 如何更好融入這個十四五規劃的發展之中 我們第二個項目 在七月份 就會和福建省方面合作 會做一個敏港十四五規劃中 香港機遇的論壇和座談會 即是給大家 有些朋友對福建有興趣的 有些對朱三角有興趣的 等待英豪也會介紹湖南 即是我們亦分一些遍區 去給香港市民各界 更加可以去了解 十四五規劃當中 我們有些甚麼機遇 那敏港合作其實 創造了很多江輝 香港有超過一百萬的敏籍同鄉 其實最早期香港上市的 很多內地企業 其實很多部份都是來自福建 所以我們今次會和福建省 省委政府有關部門 以及香港福建社團總會 合作去做這個 十四五福建敏港合作的論壇 希望藉此讓兩地可以更好 利用好歷史性的機遇 如何發揮了解自己的所長 我們初步看了福建在十四五期間的重點發展 他們正在看四個經濟 一方面是數字經濟 海洋經濟 綠色經濟 以及開放型經濟 我們初步設想這個論壇 會圍繞這四個經濟方面去進行 請專家和各個相關行業的朋友 和企業家去做這個項目 預計會在七月二十日 有進一步再跟大家報告 謝謝 謝謝施先生 我們到時都關注七月份的論壇 這個論壇能夠得到福建社團聯會大力支持 我相信兩地之間的交流合作 一定會更上一層樓 接下來大聯盟還有一個 香港合作與發展研討會 有請黃英浩副秘書長 為我們介紹一下這個項目 有請 謝謝 總召集人 各位共同發言人 各位媒體朋友 大家好 香港再出發大聯盟 已決了我們今年年內 我們要去上海、福建 另外亦都要去湖南 與當地一起合辦一個高端的研討會 湖南省在座可能很多位都比較熟悉 如果喜歡看電視 就知道湖南的文化創意產業 是全國領先地位的 所以我們的想法就是參考了湖南省 在十四五規劃期間 他們有個三高四身的戰略佈局 而與香港方面 我們希望在文化和科技的融合 和在貿易物流的合作方面 展開一些探討 湖南省是我們叫做中歐班列的一個出發點 我這裡的數據 2019年中歐班列已經開了411列 這個叫做中南國際陸港這個物流樞樓 是我們國家西南地區非常重要 在一帶一路連通歐洲六路的非常重要的運輸樓 大家很清楚我們香港是一個國際的貿易中心 物流中心 所以我們的想法是 如果能夠去到湖南省 在長沙 在一個自貿區裏面 是做一個線上線下的一個研討會 這樣的話 既是可以探討 即是在貿易物流方面的合作 文化創意產業的合作 青年交流方面的合作等等 亦都令到我們香港各界可以在第一時間獲取 這個十四五規劃湖南發展的最新的資訊 現時來說 大聯盟我們已經是向有關部門發出涵件 在等著回覆 我們也希望在未來兩三個月之內 就可以將這個研討會組織成功 多謝 多謝王律師 湖南省是一個很有名的文化旅遊勝地 我們也期待香港有更多互相借鏡和促進的機會 有關十四五規劃下的內容實在太豐富 說都說不完 其實我們也很希望讓海外的朋友 了解和認識香港這個新形勢下的機遇和挑戰 所以在五月底 我們即將都會舉辦一個新時代國際傳播高端論壇 我們再次有請王律師幫我們介紹一下 有請王律師 也要去舉行的 英文的title是叫做 National Communication in the New Era 有幾位主題發言的嘉賓 包括我們梁振英總召集人 他的發言題目 會是香港在國家形象建構中的使命和角色 這個論壇有兩個階段 第一個論壇 大概一小時 我們會談一個題目 叫做《認識國際舞台上多樣化的香港》 主題人是南華早報資深編輯Yondon Latour 論壇二就是另外一節 叫做《如何在兩極化的世界說好中國故事》 就是由一位大家都很熟悉的 經常寫文章的Mr.Nuri Vitacci由他主持 另外也有很多重量級的分享嘉賓 我們很快就會向大家可以分發這個資料 這個是我們《再出發大聯盟》 主辦的一個全英語的論壇 我們是會通過各方的媒體 向我們的全世界各地希望可以發布出去 也都希望可以將香港的真實情況 和香港與國家的一個目前的真實的故事 可以多向國際上的朋友 可以向他們去解說一下 希望到時大家都按上去 無論是在我們《再出發大聯盟》的頻道 或者是我們合辦機構 《Friday Culture》 或者是我們合辦的一些媒體 包括有線電視、香港電台、鳳凰衛視等等 他們都會有幫我們發佈我們這個論壇 多謝 謝謝王律師的介紹 這個論壇會是做直播 我們所有直播的研討會 其實都會以相遇進行 如果有興趣做轉播的媒體朋友 歡迎跟我們被輸出聯絡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我們都希望讓國內和國外的人士 更多聽到我們香港的聲音 同時都希望我們共同發起人 都繼續關注我們大聯盟的Facebook 追蹤我們的直播動態 我們大聯盟除了重視本港和海外人士的宣傳之外 內地的觀眾我們都非常重視 接下來為大家介紹 是大聯盟面向內地的一些宣傳工作 我們有請譚錦球副秘書長為大家介紹一下 有請譚先生 小秀營 秘書長 各位副秘書長 各位共同發起人和傳媒的朋友 歡迎大家出席今天的發佈會 首先讓我簡單地介紹這次宣傳計劃的背景 自前年香港修例風波以來 懷發暴力衝擊社會的穩定 社會內氣充斥 香港的治安和國際形象嚴重受損 對法治、經濟和民生造成了沉重的打擊 不少內地的民眾不願意 或者不敢來香港 對香港有不少負面的看法 也令到來港的旅客人數大幅地下跌 所以 壞了重索香港的新形象 香港最出發大聯盟 成立了內地宣傳小組 呼籲各界以溫馨和遠勝的方式 向內地宣傳 介紹香港的正能量 促進以內地共融及發展 從而增強民眾的家國情懷 我們的宣傳計劃分為四大內容 第一個內容就是香港對內地的貢獻 第二就是港人的家國情懷 第三個內容就是香港以國家融合的發展 第四個內容就是香港一國兩制獨特優勢 東方之珠魅力依舊 大聯盟大求呼籲香港各大社團機構 自發參與和組織向內地宣傳的項目 希望發動全港社會各界共同出力宣傳推廣香港 經過這幾個月的籌備 已落實了大一派共六個項目 稍後將會向大家介紹 第一就是香港是中國心的專題片 第二就是我和我的家鄉電視專題片 第三就是活力之刀魅力香港的廣告 第四就是香港揭成相對的國際城市的宣傳片 第五香港最出發系列的短片 以及大陸在尋找家鄉的故事系列的專題片 好 多謝譚先生 接下來我會為大家逐一介紹一下這個項目 首先會為大家介紹的是一個全新的節目 就是香港是中國心 我們有請大聯盟副秘書長兼團結香港基金總裁 鄭李錦芬女士為我們介紹一下 有請鄭太 多謝 尊敬的董先生、梁先生、譚秘書長 各位友好團體界代表、傳媒朋友 接下來就讓我和大家報告一下 介紹一下香港再出發大聯盟團結香港基金 以及鳳凰衛視 我們現在正在攜手合作 製作十冊 我們取名是香港視中國心的電視特輯 回顧一下香港人在祖國發展的歷程中 留下了很多難忘重要的時刻 這個特輯的內容 我們當然會精算很多具有標誌性的歷史時刻 特別是聚焦在內地改革開放 以及香港回歸前後的重要事件 重溫香港在國家歷史發展的過程中 我們所處的獨特地位和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 我們期望兩地的同胞可以透過電視特輯 加深了解我們彼此之間共同打拼的時代氣魄 以及血濃於水的深厚情誼 透過激動人心的集體回憶 重新找到智慧 找到勇氣 重拾團結 重新出發 以下請大家細心觀看我們香港時中國心的兩分鐘介紹片 多謝大家 歷史是回憶的載體 記錄了一座城市的演變和發展 歷史也是情感的扭帶 促進了民眾之間的交流和共鳴 自古以來香港就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兩地山水相依 血脈相連 無論世界局勢風雲變幻 外在環境跌蕩起伏 香港人的中國心從未改變 香港回歸 舉國無眠 成千上萬的中華兒女 寧立街頭 迎神等待五星紅旗 染染升起 共同見證特區成立的莊嚴時刻 改革開放 春光水暖 港人率先北上投資 將資金技術 管理經驗 國際視野帶到內地 為國家經濟騰飛 做出非凡貢獻 華東水災 民村地震 每一次內地遇到重大災害 香港人都感同身受 守望相助 第一時間籌募善款 協助災區重建 北京奧運 全港市民雨有榮煙 不單止穿針引線 協助申辦 更是身體力行協辦項目 為國家的奧運建帳歡呼喝彩 由金融的武俠小說 到張國榮的影視作品 由連接兩地的基建工程 到啟發文字的希望工程 由CIPA的經貿協定 到大灣區的科技創新 香港人多次在歷史的轉折點上 感國運之變化 立時代之潮頭 在推動國家現代化進程的同時 亦奠定了香港的國際地位 為了紀念這個激動人心的大時代 香港再出發大聯盟 攜手團結香港基金 以及鳳凰衛視 正在共同製作10集電視特輯 香港視中國心 回顧香港人 在祖國發展壯麗歷程中 留下的吉光片如 香港視中國心的電視影片 將分10集播放 每集10分鐘 於今年7月上旬隆重啟播 街市 全球華人 都可以透過鳳凰衛視旗下的平台 包括中文台 香港台 歐洲台 美洲台 以及鳳凰修手機應用程式等 收看這個精彩的電視特輯 香港視 中國心 心 同呼吸 共命運 今年7月萬物錯過 我們的預告片相當精彩 我們7月份可以看 不容錯過 請大家多多關注 相信這個節目 不僅會增進我們對香港 和國家發展的形式 亦會加深市民對國家和香港的感情 多謝 第二項我要介紹 《我和我的家鄉》的專題片 大聯盟號召各省級同鄉社團 連同各省市的電視台 聯合製作了一系列的專題片 這個大型的製作項目 由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統籌 目前有9個社團已經響應了 已經陸續啟動和各省市電視台的接合工作 我們現在有請大聯盟副秘書長 兼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會長 施榮懷先生為我們介紹 有請施先生 多謝大家 我和我的家鄉電視主題片 是一系列我們在內地宣傳的幾個項目之一 其實我們一直都說 如何積極說好香港的故事 我想除了國際上之外 在內地怎樣說好香港故事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今年年初 大聯盟發起這個系列的專題片拍攝項目 希望通過安排香港同鄉社團 和內地電視台的合作 將全國各地旅港鄉親熱愛國家 熱愛香港的一面 借內地電視平台 以及相關受歡迎的網站 是展現給內地的民眾 從而提升香港 在內地人民心目中的形象 事實上 我和我的家鄉 亦是一個很能夠串連香港和內地 兩地人民的主題 因為絕大部香港人的根 都是源於內地 今日的香港人 就是一位曾經在香港生活打拼的 廣東人、福建人、上海人等等 以及來自各個家鄉的後代 所以今次的項目 不單是面對內地觀眾 更加是面向香港的市民 相信大家一定可以通過專題片中 有關家鄉的故事 喚起藏與血脈之中 那份深厚的情感 深刻認識到香港和內地 是怎樣物不可分 港區省級政協聯儀會 為了響應今次別有意義的項目 在當中擔起了聯絡協調的角色 早前已向首批九大香港社團發出邀請 現階段得到香港、江蘇、海南、廣西、山東、湖南、湖北、廣東、福建 以及浙江總數九個社團的積極響應支持 我看到九個社團都有代表出席了我們的發佈會 多謝大家的支持 同時也感謝中聯辦聯絡內地有關部門和電視台 目前在港區省級政協聯儀會的協助下 九個社團正積極與對應的省份有關部門工作人員 和省級電視台緊密對接觸、商討節目形式、內容等 目前進展相當順利 我們預期專題片的內容會以人物或主題為主 重點要做到錯位表達 具差異性、代表性 比如可以講述各地再講家鄉人打拼的故事 不一定全部都是要是知名人士、要是商界精英 其實我們希望有些就算是新流港打拼的青年 都可以成為專題片的主角 充分可以照顧到老中青各階段各行各業的有為人士 希望通過專題片呈現各種與家鄉相關的故事 讓內地同胞更深入了解香港與內地物不可分的關係 明白到兩地人民血濃於水的感情一直未變 同時亦希望藉此鼓勵在香港的鄉親 繼續為家鄉建設、奉獻力量 並推動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之中 不過由於目前香港疫情的原因 所以各社團將留待正式通關後 才會安排內地攝製隊來香港 而電視台將根據各自拍攝的情況 是會製作五至十集的系列專題片 完成後會安排在各省的電視台 和相關的網站播放 希望年內可以開展有關的工作 並配合明年香港回歸二十五周年的重要時刻 正式播出 多謝大家 多謝施先生的介紹 相信下半年各大社團也會再積極籌備和拍攝 希望我們很快可以有得看 第三項和第四項的 我們要介紹兩套的宣傳片 分別是《活力之刀》、《美力香港》 以及《香港揭成相待的國際城市》 這兩套的宣傳片 是由香港各界文化促進會響應和籌劃 我們將時間交給民促會執行主席 馬浩文博士為我們介紹一下 有請 同先生、梁先生 各位共同發起人、各位傳媒業朋友、大家好 今次大聯盟發起的宣傳計劃 香港各界文化促進會非常榮幸 能夠負責其中兩個專項 以下讓我介紹這兩個專項 第一項是《活力之刀》、《美力香港》、冠名廣告 這段廣告片片長10秒 將會在中央電視台綜合頻道中午的新聞30分 節目之前播出為期一個月 期望這次的宣傳可以打向這個活動品牌 擴大影響力 通過香港最有代表性的畫面 展示東方之珠的魅力 以《活力之刀》、《美力香港》這八個字 加深內地觀眾 一種對香港活力、動感、繁榮、正面的印象 說明香港人依然浩客、熱情、心繫祖國 讓我們看看這段片 第二項目是《香港揭成相待的國際城市公益廣告》 這個公益廣告的構思是以內地一家三口到香港旅遊為故事主線 通過他們在香港所見所聞、與市民交流、與得到的服務 展現港人對內地人的友善、樂於交流、正能量、溫情、和浩客的一面 重塑香港友善的形象 這次我們運用公益廣告的形式 希望貼近社會的方式 加強宣傳的傳播力、引導力、影響力和公信力 這段片會在內地多個媒體平台廣泛推廣 亦會爭取在電視媒體上播放 以達至更大的宣傳和效果擴大影響 影片從多方面立體呈現香港 透過影像讓內地的觀眾再次感受到香港的魅力 讓我們感受到香港 無論在語言、文化、治安、生活和旅遊環境方面 都是一個友善國際之都 讓我們看看第二條片 每一次來香港不管在哪兒都充滿了驚喜 走在黃大仙和青光大道 爸爸總能找到電影裡港位的畫面 媽媽一到銅鑼蛙破尖沙堆 就買的蠻在耳堆 而我呢當然最喜歡去海洋公園和迪士尼了 能見十個好多孤狐的海洋生物呢 我們還去大澳水鄉看的中華白海豚 坐天青小輪遊樂圍港 搭百年來週去了太平山頂 警察叔叔也很親切 還誇我五哥說的很棒呢 我們吃了美味的海鮮、蝦餃、菠蘿油、雞蛋仔 然後等太陽光光下山 就可以看到香港最美麗的夜景了 媽媽我超級喜歡香港 下次我還想跟爺爺奶奶一起來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轉發和向內地的朋友分享 這兩段公益的短片 一起向內地的觀眾傳播香港的正能量 多謝大家 謝謝馬先生 廣告一般都不會太長的 可以在中央電視台上播放是非常難得 希望以後民促會可以製作更多精彩的作品呈現給大家 第五項是香港再出發系列的短視頻 由東南傳媒響應製作 亦會在內地的一些網絡平台上播放的 我們不如率先看看這一系列的第一段視頻是怎樣 稍後我們再邀請 1984年 1984年我帶著一個赤子之心 在春節晚會舞台上演唱這首 《我的中國心》這首歌可以說改變了我人生的軌跡 更加重要的是 讓我有機會可以親身見證 經歷祖國改革開放的巨大成就 多年來 除了歌手身份 我都嘗試挑戰不同的角色 無論身份如何改變 都希望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建設 為自己祖國出一份活力 香港這個我深愛的地方也不斷改變 簡現它東方之珠巨大活力 終始經歷黑豹和疫情的風雨飄搖 有了國家始終不便堅持一國兩制 以及貫徹愛國者治港 每個人我們做好自己的職責 香港一定可以重新出發 我們這個《香港再出發》系列短視頻 第一個主角就是張明敏先生 我們這一系列的短視頻 是由東南傳媒響應製作 不如我們有請東南傳媒總經理 林千祥先生為我們介紹一下他的製作 我用普通話發言啊 尊敬的香港再出發 大聯盟總召集人 董建華先生 楊正銀先生 尊敬的譚耀宗秘書長 和各位副秘書長 各位嘉賓 各位記者朋友 大家下午好 我是東南傳媒的負責人 林千祥 一人呼 萬人喝 當得知香港再出發大聯盟 在筹劃展開 這個重塑香港新形象 傳揚香港正能量 系列宣傳活動的時候 我們東南傳媒就第一時間 積極回應 全力支持 作為香港建設力量的一份子 東南傳媒一直都堅持傳播正能量 積極講好香港故事和中國故事 此次 我們非常榮幸地和香港再出發大聯盟 聯合打造香港再出發一分鐘時長的 系列短片 主題詞就是成長 改變 建設 融合 影片的主角是在香港生活的你 我和他 每一個人就是一個亮點 再將點連成線 把線編織成面 從而彰顯出鄉家魅力和家國情懷 香港再出發一分鐘的系列短片分三個系列 分別是中國新系列 小城大愛系列和財富系列 這個財是人才的財 中國新系列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張明敏的一首《我的中國新》 讓內地的民眾深切地感受到香港人的家國情懷 我們將在該系列短片中聚焦一批愛國愛感的香港人 他們為中國近幾十年來的高速發展 付出的努力 後面都是一顆滾炭的中國心 《小城大愛系列》 講的是大愛基人 歷史上每一次國家有需要的時候 香港人都義無反顧地伸出援手 大愛基地 愛香港這塊福地 無論經歷過什麼樣的風波 都會更加堅定重新出發 這個系列短片 希望能夠讓內地的民眾和海外的華人 更多地了解東方蜘蛛的新形象和新氣象 《財富系列》 這個系列聚焦香港的專業人才 大灣區的發展建設 這些世界級的人才 會有更大的施展報復的平台 香港在國家發展戰略中 也依然有 以依然保有 不可取代的地位和作用 最後總結 我們希望香港再出發這個系列短片 能更好的反應香港 多元化的社會的各個層面 向外傳遞更加豐滿的香港正面形象 加強溝通 增進了解復興 促進於內地的共融發展 謝謝大家 謝謝林總 我們也期待有更多新視頻的播出 最後一項就是 亞洲電視製作的 《尋找他鄉的故事》 多謝亞洲電視的響應 我們有機會再看到新版的 《尋找他鄉的故事》 在這裡就首播一下他的預告片給大家看看 我們去片看看 亞洲電視經典節目 《尋找他鄉的故事》 過去透過採訪世界各地華人 是意向為生活而拼搏的故事 這些無懼困難的精神 打動無數觀眾 引起深刻共鳴 延續各地華人不屈不撓的冒險精神 隨著近年國家發展迅速 在國際上佔有不可動搖的地位 令不少海外成功人士回流祖國 將自己在外地建立的事業 成就帶回家鄉 承接一帶一路的宗旨 為此 亞洲電視於2021年重新出發 重駐經典 延續尋找他鄉的故事的精神 推出全新篇章 《尋找家鄉的故事》 以華人世界中的成功人物為主題 呈現一個個激勵人心 拼搏命運的故事 同時藉著採訪各個成功人物的家鄉 展現出國界日新月異的巨大發展 節目將派出專業攝製隊 與主角走訪故鄉 回憶各個成功故事的起源 與觀眾分享打拼的辛酸 起碟和傳奇經歷 攝製隊還會走訪主角故鄉 今天的新面貌 透過鏡頭的描述 展現出國家發展取得的驚人成就 帶出華人在世界上 為生活 為理想 而打破命運的故事 好 也多謝亞洲電視的響應 好了 我已經介紹完六個宣傳項目 在此衷心感謝各個響應和參與的機構和團體 我們現在有請譚錦球副秘書長 為我們這個內地宣傳項目做一個總結 麻煩譚先生 我們很重視內地的宣傳計劃 就算受到疫情的影響 我們都會迎難而上 加緊製作 呈現更多更好的作品給觀眾 今次我們向大家分享了第一批的項目 未來將陸續有更多新的項目 並且利用新媒體、互聯網等渠道來發放 敬請各位留意 當然我們也希望有更多的機構和團體 在響應我們的呼籲 一起加入這種正面宣傳香港的行列裡面 正義發動全社會參與、群策群力 共同為宣傳香港正能量作出貢獻 多謝大家 多謝譚先生 再一次多謝各個機構和團體 共同為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出一分力 接下來是一個戴合照的環節 有請我們剛才幾個機構和團體的負責人 上台拍張大合照 我們排名忽分先後 包括香港江蘇社團總會 姚茂龍常務副會長 香港海南社團總會 傅文靜常務副會長 香港廣西社團總會 文詠儀執行會長 香港山東社團總會 洪露山秘書長 香港湖南社團總會 何岩副秘書長 香港湖北社團總會 洪漢新常務副會長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 何毅強常務副主席兼副秘書長 香港社團聯會 施榮欣副主席兼秘書長 香港浙江省同鄉會聯合會 綠瓦怡秘書長 香港各界文化促進會 馬浩文執行主席 東南傳媒 林千祥總經理 以及亞洲電視控股有限公司 陳偉傑執行動事 有請我們的大會記者和各位記者的朋友 幫我們拍張大合照 多謝各位 我們先看中間大會 我們先看大會的攝影師 請望向中間的鏡頭 好 各位在中間的鏡頭 好 望向中間的鏡頭 前面的記者如果拍完的話 就讓後面的記者再拍一下 好 麻煩各位幫我們拍下 在這個重要的 這麼有意義的一刻 好 是不是可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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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的朋友 請勾低一點點 好 手機拍完就可以放下 請後面的記者朋友舉機拍照 好 因為我們的時間關係 我們都要盡快 我們還有兩張大合照需要拍的 好嗎 好 多謝各位機構的代表 再一次多謝你們 響應我們這個活動 請各位負責人 可以讀二部台下 我們在台上的大聯盟負責人 要再拍一張大合照 我們在台上的大聯盟負責人 請留步 我們趁這個機會 去拍一張一周年的大合照 我們攝影師和記者朋友 請大家都預備一下 是的 去年這個時候 這張大合照 我們依然都掛在我們的會址上 希望我們今年的這個大合照 都會再次掛在旁邊 好 先看中間大會 好 先看中間大會 大會攝影師 好 好 中間上面 好 中間上面 大家看中間上面 多謝各位記者朋友 幫我們拍下這個珍貴的一刻 好了 給大家最後一張大合照 最後一張 剛才也有介紹過 我們有個出發大灣區的小組 我們現在請各位副秘書長 我們拿著大灣區各區市的牌 是拍一張大合照 好嗎 是的 我們都象徵出發大灣區這個小組的組成 是的 我們每一個副秘書長 都有負責一個區市 他們會拿著牌 是給大家拍照的 大家可以站梳一點 都可以 我們的大會攝影師給個指示 好嗎 多高一點 麻煩你 張先生 麻煩你 是的 望一望大會 好 望大會的攝影師 是中間的鏡頭 麻煩你 好 望回去記者 我們都希望這個疫情 盡快過去 大家不用再戴口罩 就可以正常往來這個大灣區的區市 所以這張照片也是非常有意義 希望下一次再拍這張照片 就不用再戴口罩了 好了 我們的大合照的環節 已經拍完了 好嗎 是不是拍完了 OK 好 我們的工作人員請收牌 謝謝大家的耐心等候 我知道大家都有很多問題 都想問台上這麼多位 看網上直播的共同發起人 如果你有意見 都可以像之前那樣 歡迎你電郵 可以在網友、WhatsApp 或者在官網留言給我們 都多謝大家一直的支持和關注 接下來我們有個記者的答案環節 請各位記者朋友 在提出你的問題之前 都可以說一說你的機構和性命 前面各位攝影師 麻煩你們可以給我一點點位置 讓我讓我看到哪位記者朋友 他會舉手 我們就找工作人員 遞咪給他 好嗎 我們都將時間交給譚Sir 幫忙做主持 好嗎 我們就要喊一喊 記者朋友 舉手 我們的同事就遞咪給他 我們剛才看到 有位黑色衣服的朋友 我們的工作人員 請給他一支咪 黑色衣服 我看到這個位置 後面的大眼鏡 白色口罩的女生 白色口罩那邊 女生 對 商臺 想問梁振英先生 關於之前在Facebook提出 可以用交易公園邊垂土地去建屋 特首林太 可能前屆政府會用砸石仔的方式去取土地供應 但現屆政府不傾向採取這種方式 你自己怎樣看呢 還有想問董先生 剛才也看到有呼籲大家接種疫苗 你對於現在的疫苗接種率 還未達到你想的時候 你怎樣看呢 還有跟內地通關那裡 前一陣子政府的回港議計劃 都有撤回 你覺得這個決定會不會影響內地的關係呢 麻煩你 我們希望傳媒的朋友問的問題 最好就是集中在我們今天 記者的發佈會裡面的內容 因為大家可能有很多問題想問 但這些留待後你們再找機會 因為你問了土地房屋 其實跟我們今天的主題是沒有直接的關係 所以真是對不起 至於接種疫苗那裡 剛才董先生也呼籲了大家 他說他自己也都接種了 所以希望大家就呼籲全港市民 大家都去接種 因為現在根據政府的統計數字 大約190多萬人打了針 有些是打第一針 有些是打完兩針 但這個比例仍然是低的 所以我們也很希望 董先生也作出呼籲 希望大家都去接種疫苗 這個為己為人都是好的 如果我們接種疫苗有比例高的環 我相信對於我們早日通關 一定會有很大的促進和幫助 對不起 相對的朋友 我便回應了這些問題 我跟董先生和梁先生的事情 我們都看過 我們都希望圍繞今天的主題 所以希望下面的問題 都是圍繞今天的發布會主題 謝謝 希望我們的記者朋友 請問我們跟今天大會有關的題目 我剛剛看到一位黑色衣服的記者朋友 是女生 藍色口罩 大公報記者提問 我想問一問題 你們是怎樣看香港 是國家發展大局當中的定位 謝謝 好 這個問題 不如梁先生 你可不可以 在香港的定位 是國家發展大局 國家發展大局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趨向 就是全面開放 香港在過去四十多年的改革開放的歷程中 發揮了重大的作用 如果過去四十多年 國家的開放是一個引進來的四十多年的話 未來國家同時會走出去 這個也是我們國家發展大局的一個重要的趨向 無論是引進來或者走出去 香港作為我們國家最開放和最高度國際化的城市 有非常重要的角色可以扮演 大家看國家的實勝規劃裏面 提到香港的時候 就是支持香港發展成為各個方面的國際中心 所以我看我們的定位一定是國際化 用好香港在國際間的聯繫 發揮香港在國際化方面的優勢 這個工作我們在若干的領域可以做 看國家實勝規劃給香港的任務 一個是國際化 由於領域來說 就是金融、航運、貿易 以至到創科和文化藝術 謝謝 楊三 可否給攝影師跛下一點 讓我看見後方的小手舉起來 我看不到 可否 手指不揮 這也是不對 不如那位女生,我剛才看到她舉了很久 那位黑色衣服的女生,藍色口罩 你們好,我是友善的 我想問大聯盟的目標是香港的穩定範圍 但以下的問題是跟香港穩定有關的 希望可以回答一下 第一是有關六世維園晚會 有不同的報道都說中央是這麼舉行的 支聯會就包括了結束一黨專政的犯法 是不是以後都不再搞六四萬會呢? 參加者不去符合外國者的標準 會不會被DQ,或者不可以參選 第二就是想問一下區議員即將就要宣誓 之前有報導說初選者過票站的區議員都會被DQ 你認為是否都會被DQ呢? 如果是會不會有大規模的DQ 包括了民主黨 你剛才提到的問題 雖然你自己做了一個定義或穩定 穩定社會有很多因素 但是就好像跟我們今天這個發佈會的主題 距離太遠了 這些問題我覺得 也不是大聯盟處理的問題 有些是特區政府的事情 有些是警務處或者相關部門的事情 所以我今天是不能回答你 也不適合在這個時候回答你 很感謝你 下一位吧 我們不如再提一提記者 請大家都可以問有關於我們今天發佈會的相關內容 好嗎? 那位灰色衣服的西裝朋友 董建華主席、梁振英主席 你們好 還有各位台上的朋友們 我是中央電視台、中央廣播電視總台的記者 我想問一個問題 就是現在我們香港要積極融入國家的發展 融入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 我們也看到了有很多的不少的舉措 比如說像有的大學在廣州建分校 然後還有其他的許多舉動 那麼未來香港的定位到底是什麼呢? 是金融中心還是科創中心 就是我們用什麼樣的定位去融入大灣區發展 然後還要實現雙贏 對吧 既要貢獻了國家 那香港也要發展 我就想聽聽大家在這方面的想法 謝謝 好啊 其實剛才梁振英都說過 香港未來的定位 不過你剛才用廣東話說 不如你用普通話說 香港在擁有過這個發展大局 大的趨勢當中 確實有很多優勢 這個優勢不僅是我們在香港說 我們有這個優勢 國家中央也告對認同 香港有些優勢 這個就是國家在宿主規劃當中 給香港一些支持 其實也是使命 就這個領域方面來說 這個也包括產業了 就剛才你提到的金融、航運、貿易、科創、文化藝術等等 香港在這些方面的優勢就是高度國際化 過去四多年在國外改革開放當中 香港也發揮了這些優勢 我相信未來香港會繼續發揮這些優勢 當然在大灣區 這九個廣東的城市當中 香港在哪一個大灣區的廣東城市發揮什麼優勢 到底是金融、貿易、航運等等 我看我們這個工作開展之後 我們做很多的調研工作 包括在現場的考察工作 然後我們就拿香港的優勢和當地對接 還是那句老話 當地所需 香港所藏 或者香港所需 當地所藏 這個工作我們下去會一步一步的扎實地做 謝謝你 董先生也想回應一下 董先生請 其實這個 其實這個 香港的優勢 比如說在這個叫貿易方面 是一個突出的優勢 另外一個在這個叫 除了貿易方面之外 除了貿易方面之外 譬如說最近大家談了很多的 除了貿易之外 怎麼樣去利用香港 從那個叫這個叫什麼 就是現在是最好的 就是我們這個貿易方面的 我們的香港的優勢 這是不得了的 那麼第三點呢 這個科技方面 這個也是不得了的 我很多朋友從北京來都跟我說 他說香港在這個科技方面的優勢 千萬不要小看它 好好的去利用它 香港可以為國家做很多很多科技方面的事情 所以你看現在在上海 上海已經開始有這個叫 他們已經邀請了很多的 納貝爾獎金的人搬到上海去住了 他們都已經去了 他們在那邊住 那邊過日子 那邊做研究 因為他們覺得有好處 但是我上次去看了一下 他們就說 可不可以我們到香港來 香港來更好了 香港來更好 其實假如說大家靜靜的想一想 香港這個地位真是很了不起 這個納貝爾獎金的人說 住在香港 來住在香港 在香港學習 在香港做 很多很多的 我們真是有很多很多好的機會 將香港變成全世界 每個人都要來的地方 每一個人都要想來的地方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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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總是問我 我說你們真是不知道 唯一的缺點就是 我們這個土地發展得不夠快 所以來不及來供應 這個是一個大問題 當然也不是一個問題 因為土地是有的 不是沒有土地 所以我覺得 我們 我的父親在我很小的時候 帶了我到香港來 當然他現在人不在 但是我到今天還是在想 他真是本事大 老早就看中了 香港這個地方最好 我很小的時候就來了 現在我看 這個也是這樣的 這個 所以有些人他說 我要到英國去 有些人們到哪裡去 哎呀 沒有眼見的人 這個 隨便到哪裡去算 這個 有機會 他應該再去找找 去聽聽 去看看 到底哪裡是比較好的 好 多謝董先生 好 那我們的時間關係 我們是最後一條的題目 不好意思 因為剛才那裡 那個女生舉了很久的手 就是你了 黑色口罩那個女生 是的 她舉了很久 不好意思 我剛才一帶都入面 看不到你 最後一條問題 留給你 你好文匯 我想請問一下 除了剛才說 會在5月30日舉行論壇之外 其實大聯盟 有沒有其他準備想著 怎樣展開面 向國際的宣傳活動 例如會不會跟一些海外平台 來CGTN等等合作 麻煩你 好 或者請我們 王英豪副秘書長 你回應一下 好 我澄清一下 我們是5月31日 下午2點至5點 舉辦全英語的新時代國際傳播高端論壇 實際在過去這幾個月 再出發大聯盟已經拍攝了一些用英語製作的短視頻 你剛才說CGTN 我們當然持一個很開放的態度和它合作 但是我們也有一個叫做國際宣傳的小組 好 這個小組剛剛成立 我們也是有一些重量級的人士 也都可以協助我們向一些海外國家的媒體 將我們大聯盟的一些看法 將我們所做的一些事情 用當地的一些語言和文字 向它宣示 因為我們覺得如何講好中國故事 以及如何可以將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真實情況 向國際的朋友 以它熟悉的語言 可以去介紹到 這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一直在努力 謝謝你 好 很感謝各位所提出的問題 今天的時間差不多了 是的 今天的新聞發佈會到此結束 多謝大家 稍後大聯盟也會將今天的資料上載官網 方便大家重溫 再一次多謝大家的出席和來臨 多謝大家再見 嗯… 好… 好…